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 正在华盛顿进行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的刘鹤 刘鹤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至特朗普总统的口信 习近平在口信中指出 近来中美经贸磋商团队保持沟通相互释放了善意 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 两国经贸团队已在部分协议磋商上取得进展 双方要妥善解决彼此关切 争取就其他领域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 保持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对两国对世界都有利 双方要坚持协调合作稳定的基调 在相互中重基础上管控分歧 在互惠互利基础上拓展合作 推动两国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 李鹤表示在齿轮的磋商中就共同关心的经贸问题 进行了坦承高效建设性的讨论 在农业知识产权保护费流金融火 扩大贸易合作技术转烂争端解决的领域 取得实质性进展讨论了后继磋商安排 处理好中美经贸关系有利于中国有利于美国 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繁荣 希望双方想想而行 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原则和方向 在平等和相互忠重基础上脱上解决彼此的关切 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特朗普感谢习近平主席的口信 再次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并请刘鹤转达他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 特朗普表示美中两国关系发展强劲 我非常忠重中国 非常忠重习近平主席 他是一位伟大的领导人 我很高兴看到 美中经贸戳商取得了实质性的第一阶段成果 这对美中两国和世界都是重大利好 希望双方团队抓紧工作 及早确定第一阶段协议文本 并继续推进后续戳商 美国欢迎中国留学生赴美留学 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戳商在华盛顿举行 人们之前纠结过困惑过的一些问题 比如为什么又一次出发 为什么 现在由事实给出了答案 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往前走 顺利民心民意尊究是有意义的 人们相信取消全部加征关税 让贸易战真正的正常化 以建设性行动为实现贸易平衡而努力 寻求共同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才能最终解决经贸问题 一年多了中美经贸摩擦 持续磋商进程坎坷 尽管情节迭淡起伏 唯有万物本应遵循的道义 才是引领事物严禁方向的决定力量 拥目共睹中方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和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不可撼动 绝无可能在任何原则问题上做交易 对中方盲肯施压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 这就是道义时来 中国人讲究盛观时中常应歧视 回望上一轮磋商以来 两个多月的起起伏伏 中可以辨析一些歧视 非理性盲横行径带来什么 对抗和伤害释放善意的举动带来什么 良心互动和解决问题的 烂心一轮磋商成为一致有意义的在出发 这是中美双方共同肩负的折冷 贸易战没有赢家 万不能落入双苏的陷阱 但凡出于理性思考 就应该竭尽可能做好共银大文章 避免延战出赞 挑起和升级经贸摩擦 不仅无助于减少贸易逆差 而且负面影响远超想象 从制造业项服务业消费等领域扩散 令美国民众交付不跌 美国企业家提交上千上万个 排除加征关税申请就说明了问题 大国的生存空间利益空间 本来是在大格局意义上的事情 在小双盘小账本上断然理不出名探 这是利益可供而不可独的世界 中国人着就在历史上 总结出独立折败的规律 美方表示要与中国达成一个贸易协议 但必须是对美国有利的贸易协议 可值得提醒的是 如果没有互利前提 就不可能对美方真正有利 虽然美方应该好好算算 打压中国究竟给美国带来多大的反作原理 世界经济论坛最新公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 美国从冠军宝座跌落到第二位 几乎所有的专业分析都认为美国排位的下降 主要是因为受到中美经贸摩擦不断升级的影响 舆论还普遍注意到中国的排名一栏与去年持平 美国商务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八月份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比前一个月增加了1.6% 而美国公营管理社会本月初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 九月份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大幅下滑 创下2009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说明美国制造业萎缩加剧 美国劳工部的最新数据显示 受经济不确定性和制造业萎缩影响 美国八月份新增就业岗位比上个月减少1.7% 比去年11月的增值减少了50万个岗位 这些情况诸会说明被逆厚得债务之道 遏制打压别国对外国转嫁国内矛盾 根本不能使美国保持强大 同美国市场信息形成反差的事 来着中国市场的好消息 一再令市任金塔 刚刚结束的国庆长假更是堪称金光畅场 七天时间多项消费数据在创历史新高 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1.52万亿元 同比增长8.5% 国内旅游收入6197.1亿元 同比增长8.17% 国庆党票房约42.15亿元 同比增长120.9% 世界荣幕共睹 中国专心致志办好至极的事 中美金贸摩擦带来的压力不断被消化 中国人民伊朗安居乐业 中国市场伊朗红红火火 中国发展的步伐伊朗坚实有力 增高壮观天地间 中国已开放地身经面上世界 以诚意和行动同各国发展合作共银关系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愿意持续吵着 解决中美金贸问题的方向往前走 当然结果还要取决以美方能否做到 与中国相向而行 能否为戳商区的进展持续创造 必要和充分的条件 矛盾无处不在 但话要好好说 分歧要妥善管困 坚持以平等和相互尊重为基础 美中在双边关系 关键时刻 重启经贸团盘 美中贸易谈判 以积极地激调重启 贸易谈判进展乐观 中美初步协议有谱 美中重启贸易谈判 推高股质 西方主流媒体报道的这些标题 折射了当前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世界经济争数取税低位徘徊 各种脆弱行不确定性应云压底之际 世界需要中美顺着必持合作 为世界经济注入正能量 一来共产基于共享繁荣的蓝蓝请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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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